骑脚踏车载东西 疑似物品太长了被货车绊倒 没有想到这男子竟然怪罪 旁边刚顶好车的驾驶 还疑似拿木棍攻击 明明不是球场 男子却带着棒球冒手 拿木棍做事挥棒 而他的目标还是瞄准了民众车辆 我当你啊 我当你 笑笑几句男子才扛着木棍满意离开 事发一号晚间理性驾驶开车 行经台东市汉阳北路 看见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 还载有两三只木棒和铁器 不过疑似因为物品过长 男子被货车给绊倒 而当时理性驾驶刚好要停车接朋友 男子竟然怪罪于他持木棒做事攻击 看到我停在这边 然后就转头说 是不是你给我撞到 我碰到这个人两次了 我那次是开车超过他 然后他就在对我 对我就是骂了贪自己 据了解男子仪式是当地街友 先前民众就曾在路上撞见他 骑乘脚踏车 菜狼还放铁器沿路对路人叫嚣 之前有养一条狗嘛 那游民就会故意这样走来走去被他咬 然后他们就要陪他 附近民众说当地一间土地公庙 也常常聚集街友 不仅会在庙里休息 还会吃信徒摆放的贡品 而警方获报后表示会加强巡逻 维护区域治安 记得留言匠台东报道